我們看這一題 ABC是某試驗的三個事件 PB是1分之1 PC1分之1 A連B4等於1分之1 然後兩兩相交是1分之1 那三個相交是1分之1 那麼他問A連B連C 給多少 你可以直接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的話 因為他有PAPBPC 這裡沒有PB 這裡沒有PA 那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這一個 跟什麼呢 跟這一個 跟這一個的話 求出PA來 因為這個等待 這個PA加PB 整調PA交V 那PA交V PB都曉得 可以算出PA來 或者你可以把它看成 這個看成是一個機能 因為A連B已經曉得了 那這個看成一個機能 那也就是 把這兩個 各看成一個機能 把它展開來 就是P A連B 加PC 減掉到什麼呢 P 這個A連B交C 或者是 A連B 交C 這個A連B 已經知道是1 2分之1 P是1 3分之1 減掉到什麼呢 這個可以展開來 這P 這個可以展開來 這P 這是A交C 因為交集對連幾具有分配率 連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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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這個是 那個是 B交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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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它展開來 那A交E B交C G都曉得 兩兩下 就是2分之1 所以這展開來的話 就是這一個 P A交C 加P B交C 這兩個取交集 這兩個取交集 這兩個取交集的話 就是 A交C 交B 這是P A交B交C 那這個 這個是1 2分之1 這個是1 2分之1 這是1 2分之1 這樣子 好 那這樣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 6分之5 那這兩個呢 加起來是 6分之1 6分之1 好 那 減掉這24分之1 所以是減掉6分之1 加24分之1 那這6分之4 那通常以後 這24分多少 6分之4 6分之4的話 6分之4的話 6是24 減慢一點 這是6分之4 加上24分之1 所以是24分多少 乘以4 16加1 所以24分之17 24分之17 24分之17 好 這就是答案 24分之17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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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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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